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陈松永今出席资深艺人中秋餐会,坐着轮椅的他依照惯例自备高粱酒喝到微醺,陈松永自报现在还是每天晚上都喝酒,没有少喝过,不过曾中风的他自觉最近身体变好,依然是外籍看护在照顾他,两人五年来以妇女相衬,陈松永的遗产也预备要留给他。 被问是否会参加同桌八十岁周由于小十岁老公李朝永的世纪婚礼,陈松永又破口大骂,我是不要脸那一国的吗? 格?人最怕不要脸,物以类聚,我不能跟他在一起,给我帖子我也不会去,我要包,红包,给他不如捐给流浪狗。 陈松永讲到激动处又排出名言树没有皮必死无疑,人不要脸天下无敌,顶枪周由年纪一把了,还在眼神雕侠侣,自比笑龙女要别人叫他阿姑,他的历史可以写成一本书,书名就叫厚脸皮而不是厚黑穴,最后更快嘴讽刺他现在要结婚这个人,直理朝永,叫考古学家了。 他每天抱住江市在研究,在考古,对于陈松永喝醉狂桥,周由并不理会,还兴高采烈出示室婚纱照片给媒体看,包括透视效果余温礼服,四套礼服都是王永静女婿设计,原本要价600万元,对方只收他60万元。 自由电子报提醒您,为成年进物饮酒,酒后进物开车,自由电子报提醒您,饮酒过量,有害健康。